好,那我接下来补充一个 我们科学家为了要研究 我们的干细胞的再生 可是又遇到 一旦你产生了一些组织器官 你要移植到一个个体上 可能会引发排斥 那提到排斥 我们就想说 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个生物 它不会发生排斥 它没有专因性防御 它的低深道防线是没有的 那科学家当然发展出来了 透过很多的技术 那这种品系的老鼠叫裸鼠 主要是因为它全身没有毛 没有毛就像裸肉一般 所以称为裸鼠 那主要是因为这个老鼠 它天生没有胸腺 胸腺会产生 那个辅助T细胞跟包肚体 那你一旦没有辅助T细胞 你的低深道防线会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没有胸腺的老鼠 它出生之后是没有专因性防御的 所以这样的老鼠 其实很容易体弱多病 被感染或癌症而死掉 所以它必须要在一个 无据的实验室在培养 所以它的繁殖跟培养的 那个成本非常的高 好,那我们养这种老鼠 是因为它没有排斥之用 所以我们可以把其他生物的细胞 直接移植在它身上 例如我用模型跟牛的软骨细胞 植入它的皮肤里面 然后这个牛的软骨细胞就顺着模型 长出一个人的耳朵的样子 好,那我们就利用这只老鼠来生产 牛的耳朵那样的感觉 当然以后可以用人的 那为什么用这样的罗鼠呢 因为外来的牛细胞 或是外来的人细胞 这只罗鼠是不会攻击它的 因为罗鼠没有胸腺 它的低深刀防线是失常的 它没有辅助地细胞 没有保读地细胞 它的低深刀防线都没有功能 所以是体弱多病容易 干燃而死亡 好,那我们看一下罗鼠的样子 罗鼠罗鼠 它其实就是全身五毛的状态 没有睡觉罗鼠 那像这个就是把支架跟软骨 还有放进去 长出像人类耳朵的样子 等它长得够大 就把它割下来 就可以做人类的外耳移植了 那下面这个例子呢 是把人类的那个 牙齿中的干细胞植入之后 它就在那个老鼠的组织里面 开始长成人类的牙齿 这是个旧齿的状态 所以以后搞不好 我们在植牙的时候 就不用植假的牙了 而是植真正的植牙 而这个植牙是来自于 你自己牙齿的干细胞 长出来的这个牙齿 所以它植入你的体内 是不会引发排斥作用的 那今天如果做了耳朵 今天做了牙齿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目的 真正的目的还是在 比如说心脏或是肝脏 其他比较重要的内脏 如果你今天内脏受损 你可以预期没多久 你可能就这个气管 就不能用了 那我可不可以提早 把这些器官里面的干细胞 拿到这个罗鼠身上 或是其他的实验动物身上 它是要培养出一个 完整的器官 然后当你的肝脏不行时 就做肝脏移植 那你就不会发生排斥 因为这个肝脏来自于 你的干细胞 所以它的基因是跟你一样的 这是罗鼠 在未来医学上可能的应用 那很多跟免疫有关的实验 也会拿罗鼠做实验 因为罗鼠本身没有免疫系统了 它没有第三道防线的免疫系统 所以可以在它体内观察 人类身上 或是其他动物身上的 免疫细胞如何运作 就可以在它身上去做研究了 这是罗鼠的一些 研究上面 或是医学上面的应用 这就是罗鼠的免疫系统了 这就是罗鼠的免疫系统了 这就是罗鼠的免疫系统了